喂 大家好 我们这一场panel论坛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吉米 宋敬超 来自Tetroid 是Tetroid的步道师 也是云安生社区的创始人 然后这次很有幸能邀请到几位 服网阁还有网关的一些专家 给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服网阁网关这个话题 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些专家的见解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现场的观众 能做一些更深入的交流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 服网阁和网关的未来 手动一下 手动 精具 服网阁没有未来 下面我们先让各位专家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先来 好 大家好 我叫何建鹏 然后我主要是e-style社区的本身的 如果你们可能经常会看到一个 ZI开头的那个吉他保定 大概率是我 如果你碰到一个可能脾气不太好的 可能也大概率是我 专家不敢做 就是今天有幸来到这里 跟大家交流一交流 希望能向大家相互学习 谢谢 还要自己cue 大家好 我是张静涛 我们现在是CubeCon 然后就介绍一下 在CubeCon 我是CubeS, Ingress, NGX, Maintainer 然后也是CNCF的ambassador 然后我现在在call 然后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东西 比较紧张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公司 OK OK 然后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 其实或者说交流 可以跟大家聊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 有价值的一些分享吧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尹航 然后我来自阿里巴巴 Cloud 我在阿里巴巴 Cloud Service Mesh 担任控制面的负责人 然后做一些性能优化 以及 ecosystem 相关的工作 然后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 和各位专家在一起 然后希望能够把我们从客户的一些经验 然后总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赵华斌 然后之前在Service Mesh 工作比较多 最近一年的话 主要是在NWGateway 这个项目从事网关项目的工作 我是NWGateway的Mantaner 来自Tatry 今天我们分布有点不均匀 但是那个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们本来有一个腾讯的同学 他可以参加的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 他没有来成 所以说我就代替他的位置 所以我在这里 大家不用 我们经常不用紧张 OK 我们是纯开源来讨论 OK 我们今天虽然是来自不同公司 我们有 其实有三个人是来自同一公司 来组织这个panel 我是想尽量邀请不同公司 不同 听到不同的声音 虽然我们三个人 我 花冰还有 金鹏是来自Tatry的一个公司 但是我们还是代表社区 来分享我们这些观点 也欢迎其他的 信场 信场另外几位装家 也能跟我们 多碰撞 多交流 然后我准备了一些问题 问题上论坛 我准备了一些问题 我想可以先就 这里面的一些问题 先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随时打断 然后畅所欲言 第一个问题 我想先请 要不进棚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服务网格 Eatio 最近的一些进展 还有 Airbnb Sidecar 这个架构 对信有部署的影响 因为刚才 大家有听到 他跟徐仁虎的分享 会对Sidecar Sidecar 这两种架构 那种分享会有一些了解 然后现在 让 要不进棚先 带给大家 好 那我就给大家 稍微总结一下 其实 最近一年多 其实大家聊到Eastio 很多的时候 你聊的不是Eastio 你说的其实就是Ambient 因为确实是 对Eastio 这个已经有 很多年的项目来说 Ambient 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新的炸弹 或者干嘛 很多人都在聊 很多人都被他的 就是一个 良好的愿景去 特别是 现在大家觉得 FameOps 节约资源 节约费用 这些都是一个 很热门的话题 而且确实在 就是各个Mentainer的 努力一下 现在Ambient 也是在逐步的 走向成熟 我们也在最近的 几个release 逐步的就是把 L4 L7 这个都已经 我们就是已经 Beta了 然后下一步的 我们肯定是GA 或者Production 就是我们 从Eastio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 最大的消息 然后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Ment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有一个 很关键就是 你可以set a cut list 而且甚至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说 你可以节约更多的资源 但是同样的来说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像我刚前面讲的 就是你可能得 有点取舍 你节约了资源 那你可能需要 获得就更少的 一些能力 如果就是说 既要想要 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 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没有东西是银弹 然后你把一个东西 从你的port里面 拉到节点上来说 如果它炸了的话 那可能爆炸范围 也会更大一点点 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还是要取舍吧 没有说一个东西 是对的 如果对你来说 Safe Money 是更重要的 或者是节约资源 是更重要的 那安便的就是好的 对你来说 如果就是说 我更希望就是说 它是稳定 或者什么 那Sedecar已经经过 五六年的运转 我们也有一些手段 去帮助你减少它的消耗 如果你能承受这个成本 它就是个 目前来说 它是个更成熟 更上方 但未来的话 我们肯定是希望 我们是融合的 混合 混用的 在一个集权里面 或者是一个网格里面 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的模式 去选择适合你的模式 而且也不仅仅是 甚至将来你也可以 不仅仅局限于East 或者说也有其他的 一些方案 你在 我觉得就是 你可能是在 合适的场景 选择合适的方案 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 谢谢 一航老师 我的话 我的话 其实想补充一些 就是 补充一些我的建议 关于Unbit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 就是在最近的 这个一段日子里呢 就是 对于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一些用户来讲 他敢用 他会敢用Unbit 敢上Unbit的话 他可能会 可能会关注到 有一些在Unbit上 一些重要的 关于可用性 生产及可用性的 一些feature 我们可以看到 他陆续地合并到社区这种 包括比如说 像新的这种 Import Redirection的这种方案 他能够 让我们的Unbit Mesh 是能够不依赖于 整个K8S底层的CNI的实现 然后的话 我们还会有一些 还会有一些 安定的Controller的这些功能 会保证它 一些集群的新节点 起来的时候 那POW这个集群中 这个集群中的这个流量走向 能够保持正常 不会有Fillure的 这样的一个Case 整个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来保证 Unbit能够成功地 去走向Beta 对 这是我的一些 这是我的一些分享 那我就顺着他这个话说 就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其实最近两年 为什么Unbit Mesh 这么 就是大家对他期待这么高 或者说大家 对他的关注度这么高 其实我觉得可以 完全可以类比Docker的出现 因为就比如说像原先 大家都用这个虚拟化 对吧 VM对吧 然后那就是在一台机器上面 然后你可以起多个VM 对吧 但是每一个VM 它都有资源消耗 因为它有自己的Guest OS 对吧 然后但是Docker出现了 然后大家都可以 共用相同的内核 然后去节约资源 那Unbit Mesh 其实和这个 其实行为是类似的 对吧 你从原先的这个 SiteCut这种模式 然后你把这个SiteCut 去掉 变成SiteCutLess 然后把它移到了 Node的节点上面 对吧 然后那所以 大家通过这种方式 来去节约了一些资源 那么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关注 其实我个人来看的话 就是和Docker出现 是类似的 对吧 因为毕竟是节约了资源 但是同样 它的问题和Docker 当时的这个问题 是一样的 就是你内核 如果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主机出现了问题 那么所有的容器都挂掉了 但是像讯息的话 比如说你某一个讯息机 然后被hack到 然后那么其他的VM 其实还是可以整张工作的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模型 是基本上可以等同 或者说基本上是可以类比 从里头学到一些 相关的经验的 对 其实从七八年前 福网格这个概念刚兴起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它跟SiteCutLess 挂上了一个等号 但现在我们看到 SiteCutLess出现 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SiteCutLess模式的是否 还能等于福网格 就是它将来 还会有哪些用场景 到底什么时候使用SiteCutLess 什么时候使用Ambient 这个我想听一下 再做专家的一些意见 还有Ambient到底离成熟 还有多久 还有多远 我们看到现在以SiteCut为例 它的Ambient模式 目前还是Beta 但是它什么时候才可以 什么怎样 才能象征它的成熟 我先来吧 我觉得首先我们讨论 一个模式的成熟气度 其实是有点 到底是先有G 还是先有蛋 就是说你首先得去用它 你才能让它变得更成熟 但是同时呢 你又因为害怕这个东西的不成熟 你又不敢去用它 所以它变成了机身蛋 到底是先有G 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好消息是 Ambient不是唯一选择 你还是可以在你的生产极权里面 你继续使用SiteCutLess 或者是说你先用SiteCut模式 或者是说Ambient 另外一点我觉得刚才说 我们说Ambient为什么好 它能节约资源 但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Ambient提的开始是说 它是easy operation 但现在其实我们在开发 或者说随着我们开发它深入 其实Ambient好像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easy 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可能说升级一个demo set 应该是要比升级一个SiteCut 要更难一点点 或者说而且现在我们还 暂时还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更天才一些的idea 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一开始出现Ambient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只能在Kaliko上用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了 有import的radirection 那未来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些方案 或者说更好 包括来说Ambient现在没有多气群 对吧 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多气群 但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很多怎么说呢 就是从开发的角度 我们肯定是会尽力去做 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希望来说 就是我们很希望听到用户的声音 到底是哪一些场景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你们更愿意用Ambient 或者是说你对Ambient最终的期望是什么 你能接受它这个更 比如说Ambient呢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资源的结构上 是有很高的成效 甚至包括因为可能减少了跳数的话 你的那个性能也会相比 就要赛的卡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 你能够介绍它带来的那部分 就是即使它将来可能我们没有那种更天才的idea 比如说Demosite呢 我们没办法解决 但就是你可以呢 也许你可以ZTENO变得越来越稳定了 你并不需要每个版本都升级你的ZTENO 那你的ZTENO就会变成像你的CNI一样 变成一个固定的基础设施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现在我们大家都还在聊L4 那L7呢 Waypoint 如果大家都一直在聊4 那L7其实也变得不可能 那同时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专注一点 先把它的Mixer先做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也要听到 更多来自于用户的声音 你们到底哪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毕竟社区就这么点人 就这么几把枪 大家还是要把子弹投上人 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Panel的用意之一吧 我觉得希望就是更多的 听到来自用户的声音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个人会更倾向于说 未来其实是一个Mixer的环境 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 你在适合Mbent的场景去用Mbent 在适合用Waypoint的场景去用Waypoint 在更适合用Satacart的地方 就更去用Satacart 不要因为Mbent是个更时尚的东西 就是说我一定要用Mbent 还是得从自己的实际场景上玩 或者说我就是有钱 我Satacart没关系 资源就是资源 没问题 反正也不是我的钱 我又不是 我是一个APP的团队 我又不是Infra团队 节约钱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想要用一个很稳定的东西 已经经过六年生产时间的东西 可以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考量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 我一点的小看法 就是说其实Mbent那个模式提出来之后 当时我是去年听到Google 他们的一个分享 我印象也深刻的就是说 这一点我认为很有意义的 就是说因为Satmatch 它提出来之后 它是说它是一个网络的 应用网络的一个技术设施 对吧 我们应用应该不去关注 我们甚至七成的这些流量的分配 我的MTS零星任务怎么做的 不应关注 但是Satacart的引入导致说 我们的技术设施 跟我们应用有了一定程度的偶活 就是部署的偶活 对吧 就Mbent提出来之后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它可以让你的技术设施 真正的成为技术设施 为什么 因为你的RedTunnel和WayPoint 你变成了它的一个demo set 或者一个单独的 一个deployment之后 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 可以被云厂商托管 我记得应该阿里 我们有提供了这个方案 对吧 阿里云里有提供了 这个提供什么好处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 一个应用 你想使用SalesMatch 提供了强大的流量的能力 可关系能力安全能力 但是你又不太想去关注说 我SalesMatch服务网格的运营 那么我可以把这部分能力 去outload到云厂商 比如说我们的阿里云 华为云 对吧 几个云厂商 还有比如我们Testrade 那个TSB的那个专家产品 类似这种产品的话 那么我认为M的模式 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因为你完全加入了你的应用 或者你的技术设施 但是假如说你有一个很强的 技术价格的团队 你需要自己去对SalesMatch服务 运营管理的话 可能啊 可能Satica模式是 对来说更方便一些 为什么你去做故障定位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因为它是在你的POD里面 然后你去做故障的分析啊 或者你的故障半径也会小一点 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 一个因素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很令人 一个三星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其实 对于云场商量的一些用户来说呢 Satica模式对于某些用户来说 会带来一个 非常令人不累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对整个的 对整个的网格进行一个升级 或者是更新的时候 它必须要对同时对业务进行一个重启 这对某些客户来说 它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一个状态 那安病的出现 有希望把整个的这些数据面 数据面和控制面都下沉成 一个真正的基础设施 然后来帮助这些客户 去更好的运为自己的业务 而它不用去 这个 而它可以把所有的 图网格的技术细节 去交给云场商去负责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的聊说 它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生产可用 其实我觉得最起码 还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 因为即使这个功能GA了 对吧 就是即使功能GA了 但是我觉得它要真正的 往这个生产环境上面去放 其实还需要很长时间 因为 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公司来讲 就是 首先第一点就是 大多数的公司 它其实还没有上ServiceMesh 然后 甚至它可能 现在还在做一些方案的选行 也有可能它正在用 比如说LinkedIn 或者其他的 对 然后 其次就是说 真正上了 真正已经把ServiceMesh 放到自己的环境当中的 然后其实 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的 真正在生产环境当中 即使用了ServiceMesh 也是用了EastU的 它也是用的 这个SiteCut的模式 它也没有SiteCutless的 这种东西 对 然后所以 你需要让它从 它现有的这种SiteCut的模式 进行转换 就是迁移 我们知道 就是凡事要去做 转换迁移 甚至 其实它去升级的这个过程 它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成本 然后你现在让它去尝试 一个新的东西 你会发现 它会 它会更难 首先要提供一个 非常无缝的一个迁移 对 最少你两种模式 要 要运行在一起 可以很长时间之后 我才慢慢迁移 可以对一般的场合 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 就比如说我们Ambient Mesh 然后你想要去部署 首先它其实 对于很多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挑战 对吧 然后它会说 Vpoint到底是干什么 Z2是干什么的 然后它想要把这些东西 都先搞懂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再去考虑说 如果我把它俩 两个模式 同时放在我的环境里头 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而且其实我们从原先 从我们的这种 非K8S这种环境 往K8S环境上 牵移的时候 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上K8S不难 对吧 运行在K8S里头也不难 难的问题就是说 有一部分它在K8S外头 有一部分在K8S里头 然后比如说 我们要去做一些服务发现 去做一些流量治理 去发现 它这个技术战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共存的时间是很长 因为对于一般的那个 用户来说 我会考虑说 我这个运行呢 几个月 或者甚至半年一年之后 很稳定的发现没有问题 我才会慢慢考虑 迁移过去 这个转换的期间是很重要的 对 有很平缓的一个转换的方法 对 而且在转换的这个过程里 除了说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 说这种 它要稳定 然后再一个就是 像AmbientMessage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 它本来就是在功能在迭代 因为现在1.2的时候到Beta 对吧 然后Beta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说这种 完全GA的这种承诺 对吧 我是可以改的 只是我可能不做 特别大的 Break Exchange 其实Beta的意义就是说 一般是不会有 Breaking Exchange了 但是不是说 它的实现细节 可能还是会有调整的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 我现在要上了 然后现在它俩共存了 然后结果你发现 可能有一些新的调整了 然后身上下一个版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可能不稳定了 然后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的 再加上还有比如说Invoy 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CVE之类的 所以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 但刚才提到这一点 其实就是说 其实Beta我们说它不成熟 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连Beta都没有的话 就更没有人去愿意去尝试你这个问题的 Beta以后 可能有些公司的策略 它就是说你Beta了 证明这个东西你是基本可用 那我就可以在我的开发测试环境上来可以 虽然我们现在不支持混合模式 那我对于我的开发环境来说 我建一个小的测试集权 是可以的 我可以去Provision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作为Maintenant 我们也会收到来自很多 你们去尝试过程中 你们就会碰到各种 可能是从我们的小奶奶里面 是想不出来那种User Case 我们有碰到碰到以后 我们去解决这些东西 像刚才你说的那个CVE的问题 其实在Maintenant的远景场景中 就是说Waypoint的不一定要是M1 你也许可以 我们今天上回讲 你可以用NGX 可以用HPROXY 或者其他的任何的 但是前提是 你可能要做一点点修改 Maintenant还是给大家更多的 服务网格的选择 那服务网格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需要成熟稳定 需要一个稳定的 因为它的基础设施 如果不稳定的话 对你的业务影响就特别的大 而且在轻移过程中 比如你现在应用Maintenant模式 就是要和3D卡要混用的话 也会目前也没看到 很好的这种 就是混用的一个 最佳实践吧 或者轻移的实践 所以还记得大家 还是慎重来考虑 Ambian的 在生产慎重 非常慎重考虑使用Ambian 看大家聊得挺嗨的 投入 我们赶快进入下一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 因为讲很久了 然后下一话题是关于 Mware Gateway 或者是其他的网关 与服网格的一个结合 我们看到 Coinette Gateway API 最近几年的出现 也会推动了很多 网关的发展 我想看一下各位专家 对Coinette Gateway API 还有网关 这方面的一些 集成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 我可以来答复一下 因为我在那个Mware Gateway 项目 我对这个比较清楚 目前的话 Mware Gateway 已经可以和East 进去集成了 它主要 而且机程很简单 我们其实上在网上有一个博客 在Tectry的那个网站 大家就可以看 它主要是两点 一点就是说 我在那个Mware Gateway 那个Port里面 那个加一个Site Card 然后那个Site Card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Annotation 让它只做出向的栏结 不做入向栏结 那么这样的话 一个流量从机型外面进来的时候 它是经过Mware Gateway 然后出去的时候 它就经过East 的那个Site Card 这样的话 又把East 或那个Mware Gateway 去做了一个集成 基成本身不是很复杂 然后 但是如果我们集成 有什么意义 对吧 有什么意义 其实 我今天去 就在我们展台的时候 也有同学跟我们聊到说 OK 本能East 就已经很复杂了 你还搞个Mware Gateway 在一起 做了一个栏白相当流量治理 实际上这个是 我觉得是看大家的一个 还是到大家的Use Case 相关的 因为本身 作为集群的一个 所谓的边缘网关 它上有很多东西 解决方案的 包括我们最开始的 KBus的Ingress Controller 就是进它的那个 对吧 Ingress Controller 然后到我们的 East 的Ingress Gateway 到我们的Mware Gateway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一些开源的方案 实际上 因为它们 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East East 这个项目 它的项目的重点 是吧 它实际上的项目的重点 是做应用的流向 应用自身的流向治理 它的重点 我的理解上是东西向的 就用应用内部的 但它也做 蓝白相的 因为东西向南北相 实际上有90%以上的 是类似的 但是它的重点 或者说它 它最 或者说南北相 不是它唯一的重点 对吧 但是对于Ingress Gateway 它会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它会更关注 用户的流量进来之后 的一些权限的控制 比如OIDC的基层 这块 比如说East East 它可能它不会太关注 这块 比如说我们做更细致的 权限的控制 比如我们现在具有的 那个IP的权限控制 后面还会做 据GW Client 据ATP Basic User的 一些权限控制等等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 更多的扩展机制 在网关上面 支持你的 自定义的扩展 比如说支持 那个 Extra Process的一些扩展 这个也是East 有不支持的 当然East 它不是这些原因 什么呢 因为它的 它不是说 我只是去做一个 南北相的网关 它的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对它来说 是合理的 就这个就看大家 Use Case 比如说Use Case 你需要用到 这些能力的话 但是East 可能它不会去做 那么你可以考虑 因为Gateway 但是如果说 你的Use Case 那么East 已经很好的满足了 那么实际上 采用一个控制面 去通促管理的 南北相和东西线流量的话 对来说 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案 对吧 这个就是 Kandai Use Case 这样子 好的 OK 既然Q到了 Ingress NGX 我就说 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是对于我们 通常来讲 我们通常说 Service Mesh 然后我们就是去做 应用的流量治理 所以就是东西线 然后通常情况下 是这样子 但是聊到Ingress NGX 大家知道是去做南北相 对吧 但是对于Ingress 来而讲 就是在KPAS当中 这个Ingress资源 因为它表达能力很弱 而且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本来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host 一个host name 然后还有一个pass 还有个TLS 对 TLS还是后来加的 对 然后所以大家想要去扩展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Ingress controller实现 但是你想要去扩展它的能力的时候 你发现它的这个表达能力很弱 这个资源很弱 所以大家都用annotation的这种方式去做 然后很多很多 比如说像KPAS的Ingress NGX 我们现在有126个annotation 然后这126个annotation 是可以进行组合的 可以进行组合去用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功能 比如说你问我说 Ingress能不能做 Ingress NGX能不能做 我可能也不知道 对 即使那个代码可能是我写的 但我也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其实这是题外话 然后所以 现在我们在去 我们在整个社区 我们都在推Gateway API 对吧 然后包括像invoyer gateway 然后像KPAS的Ingress NGX 我们现在是正在计划做 对 然后像包括KPAS的Ingress 然后我们已经实现了 Gateway API 对 然后等等等等 反正大家都在做 为什么都在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Ingress表现能力很弱 然后但是我们用Gateway API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把它拖 就是进行基于角色的这种划分 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的Gateway class Gateway 然后以及上层的这个Router资源 你都可以区分出来 对吧 然后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 说这个关于东西向流 南北向去做集成 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说 我想要去做 我的整个的链路 全链路的这个管理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 比如说我想要去 对它做一些流量的染色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 就像我们去做一些A-B test 对吧 然后我们想要说 从客户端发起一个请求 然后我就希望说 无论它经过南北向的网关 还是说经过ServiceMesh 就是这个东西向的这个处理 我希望能够从头一直跟到尾 然后最终把它全部都给记录下来 然后知道我这个整个链路当中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在南北向和东西向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集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可能到了 我只能记录从客户端 到了这个 Ingress这个位置 对吧 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从Ingress这个上面 发现它添加不上 对应的这些头了 对吧 然后到了这个 应用服务内 然后你会发现 它俩跟不上 跟不上了之后 那这个链路怎么做 对吧 然后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场景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四层和七层的这个集成 不是 就是这个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这个集成 其实是比较有价值的 但是不一定说所有的公司都要去用 那么对于大家去做选择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去先去考虑说 你到底要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然后如果有 然后再去考虑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至于说 我们说除了这个Ingress Gateway 对吧 然后其实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说的都是API Gateway 然后API Gateway的话 实际上就是它会添加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应用的认证授权 然后限流限速等等等等 这些能力都会加进去 然后这是API Gateway当中 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这种API Gateway 无论说Evoid Gateway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Gateway 来讲的话 大家其实做的事情 其实比较类似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它比如说性能不一样 或者说它可能支持的 就是支持一些Future的 这个范围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大家除了去选先去考虑说 你到底要不要有这种全链路的支持 然后其次再去考虑说 我比如说ServiceMesh已经用了 然后我到底这个Gateway 它能不能和Easto去进行集成 其实大多数的目前 就大多数的Gateway 其实跟Easto都是集成的 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 对 当然有一些可能会慢慢的弱化 就比如说像KBS的Ingress NGX 我们跟Easto的集成 可能会慢慢的弱化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要去让Ingress NGX 单纯的作为一个7层的代理 就作为一个流量的入口 然后我们会逐渐的 把这个4层的这种集成 就慢慢的给它去掉 这个我在后天的上午 有一个session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调想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谈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在Easto社区里面 其实有几个问题 是长久以来大家都想要 但是一直都被拒掉的问题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线流 很多年前至少有两到三个 proposal来做不同的 maintainer都想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就是因为 你到底是把它加在vs上 vs已经经过一个很多年 它已经足够大了 所以不好加 然后当时最终我们 maintainer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那我们等Gateway API 然后但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 Gateway API的发展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也不太好做 因为NJX的线流模型 跟NVoE的线流模型 它其实有可能匹配不上 甚至我们之前有个想法 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在Gateway API 下面又开一个小组说 我们做一个NVoE-based的线流 再做一个线流 包括还有一个像 比如说另外一个需求 就是说像NVoE 我们之前都是说 我们看到的 我们基于次数地去重视 比如说502 重视三次 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 但是其实很多用户 给我们反馈 就是说它想要基于百分比 这件事情其实可能NVoE支持 NVoE不是支持 那它其实就很难变成一个标准API 或者说很难做到 包括大家可以去看 那个Mike Morris的最新的 Retry的那个提案 其实它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它不再是 Call API的一部分了 那对于一些像 NVoE Gateway这样的新项目来说 其实你可操作性可能就很大 既然你已经不是核心了 那我就可以自己做了 是不是 那我对于 其实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心晓的 就是说旧项目有旧项目的好 它成熟稳定 但是新项目来说 它的自由都更高 每个人都会参与进来 把自己的想法 在第一时间放进去 变成标准了 或者是说就比如 对 这就是想法 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可以重看 对 一个新的东西 它可能成熟度或什么东西 它其实但是更多的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度 这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 包括如果你是一个 从来没用过 Eastro经典 API的人 你看Gateway API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可能你之前用过VS 用过Gateway那个人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以前在一次 以前我只是要创一个设计 现在为什么我要创一个V1版本 又创个V2版本 还要创个V3版本 这其实就是大家标准化 在过程中的认同 但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大家 所有的用户参与进来 每个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们找一个最大的公共约数 然后它就变成标准 然后在那些之外的地方 那我们就留给那些扩展 留给那些新项目去大发生手 然后等那些新项目证明了 它们是成熟可靠的 它也许有可能 又会变成标准核心之一 对不对 这是我想法 我觉得这个集成 就是那个Gateway API 相对于Ingress来说 它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 因为你定义任何标准 它上标准都是一个 只能是一个什么公共纸集 对吧 你不能是一个 你如果是个超级的话 就很难操作了 一般来是公共纸集 但是Gateway API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它定义了一些扩展点 让你可以去每个不同的实现 在这个公共纸集之外 你可以做自己的扩展 比如说它的那个Police Attachment 是吧 它的Backend都是可以扩展的 然后 然后Ni Gateway的话 它就基于那个Police Attachment 来做了那个Client Traffic Policy Backend Traffic Policy Security Policy 这些东西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在Gateway API之外 再把Ni Gateway它自身的一些能力 能够通过自己的HPI 可以报道出来 同时也满足Gateway API的不违反 这个我是觉得Gateway API 设计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明天我会有一个分享 也是关于 就是说Ni Gateway在Gateway API之上的 我们的一些扩展能力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Gateway API作为一个标准 还是给用户带来了一些好处 它可以很方便地选择 各种Gateway API的实现 然后不会感觉 怎么变成这个 这个实现感觉这么陌生 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吧 好 下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想 向各位老师 分享一下关于FuWang格 它的一些未来在哪些方面 会有一些扩展 比如说能够增强它的性能 或者是可控制性 比如说现在一些新技术 像EBTF 还有很多主机硬化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 还有现在流行的AI 在网关和FuWang格上 能有哪些应用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我们在实际的客户案例中的一些经验 对于实际的用户来说 其实他们所接触到的 肯定是社区的这一套 整个的服务网格的用户界面 包括Washow Service Dentination Rule这些 那用户最希望的一个方案 肯定是就是说 对整个服务网格的技术 保持完全兼容的同时 然后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干 这个性能就会有 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那就是一些可以可行的思路 包括这上面说的这个EBTF 然后CDM做的一些方案 就是它可以使用EBTF程序 去绕过整个的这个TCIP TCIP的这个网络协议站 因为这个在业务容器和Sidecar之间 Sidecar或者是VPN之间 他们进行这个转发的时候呢 肯定是这个 因为是两个容器进行转发 他们通常就会经过两个 完整的这个TCIPIP协议站 然后通过这种EBTF的方式 可以去跳过这个 跳过这些协议站的处理 然后达到一个加速的一个情况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经验 包括就是我们经常会利用到 一些实际你的这个服务网格 也就是这个容器所运行的 机器节点上的一些硬件特性 来无缝地对服务网格 进行服务网格的这个网络通信 进行加速 包括就是社区一种 我们可以看到 由Intel提供的这个 MultiBuffer的一些技术 以及这个 以及类似于远程内存访问 ERDMA这种技术 然后它可以加速跨节点的 这个那个网络通信 它的原理就是说 原理就是说通过远程内存访问技术 来降低这个在内存拷贝上的这个CPU上的消耗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自动的对节点的 节点特性进行一些检测 对客户对用户来说进行一个自动的关闭 或者是开启 那通过这种方案呢 对服务网格的这个用户界面来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的 是完全兼容的 同时用户还可以做到一些 无缝的加速 大概是使用以下的这几种方式 OK 我看到最近AI Gateway也有很 也很流行 想听听各位关于 AI Gateway的一些看法 那正好 OK 然后我们其实在 比如说在Cone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AI Gateway 然后也是为了去帮助开发者 更快的去应用到 把AI应用到自己的这个应用当中 对 然后其实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这个AI Gateway 和大家想的那个AI Gateway 好像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幻想说 当AI出现了之后 我们这个Gateway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以前想的是说 用户只要告诉这个AI说 我想要把什么样的流量 路由到什么地方 然后AI帮我完成 然后但是 当真正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配置还是人来配 然后只不过是说 这个流量在处理的这个过程里头 有了AI的集成 对 然后你会发现 就是实际的和我们预想的 可能有一些差别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这个关于AI Gateway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比如说像 控的AI Gateway 我们更多的其实是把原先 因为控本来就是做 这个API Gateway的嘛 然后所以其实 在它原先的这个场景上面 它本来就是去处理流量的 所以它在这方面是 经验会非常多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一些 对于AI相关的 就比如说我们基于 Token的限流限速 然后以及说我们 去集成一些比如说 Area的这种 Control Filter 然后还有一些 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或者说我们去 加一些向量数据库 去做这个RAG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只要 把这些能力集成到 这个Cone原有的 这个API Gateway之上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AI Gateway就出来了 对 然后是这样子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现在市面上 其实有很多种 这些AI Gateway 包括像阿里也有 对应的这种产品 对 然后我们会发现 大家的最主要的区别 其实在于说 大家对于这个AI 这个应用的 就是它的这个使用场景 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因为比如说 像刚才我说 我们可以去对接 很多的大模型 对吧 然后我们可能去 对接不同的 就比如说这种 可能是Filtre的 这种内容过滤 然后或者说 你去加一些Plugin 对吧 这些东西 大家可能只是在 只是时间上面 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最终上面 大家其实都会趋于一致 因为用户的需求 其实基本上 都是类似的 对吧 就包括现在 就是前段时间 大家都在聊的 就是去做RAG 对吧 然后但是大家发现 这个大模型的 这个content 越来越大 对吧 然后可能发现 这个RAG的这个价值 可能没有那么高了 对吧 然后所以大家可能 甚至就比较 简单粗暴的 就把所有的东西 我都直接丢给大模型 对吧 然后都是类似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速度同归吧 对吧 然后就是 最终基本上 大家都会处于 相同的位置 唯一的区别 就是大家 还是原先的 就是在API Gateway 这一层上面 大家的能力是 原先能力和经验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后续 去对这个 跟AI有关的 这个流量的处理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 结束了 时间快到了 时间到了 最后我就再给现场观众 有没有问题 可以提问 那就下来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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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